我是真千金 看着亲生爸妈提防的眼神 和他们护在身后的假千金 我当即决定给自己换个爸妈 我乖巧的走到膝下舞女的大伯父 大伯母面前 我想自见当你二位的孩子 不知你是否愿意 在众人错愕的眼神中 大伯母一把将我搂进怀里 好孩子 乖女儿 妈妈的心肝小宝贝 后来亲妈试图把我抢回去 她因为身长地定入我新妈妈的肚子嘲讽道 大嫂 你不能生 自然不明白当妈的自怒心 但你也不能抢别人的孩子 我挡在新妈妈身前 冷漠到二婶 我就是妈妈的孩子 然后指向拐角处抹眼泪的女孩 你的女儿在那呢 她正等着你的慈母心 我是真千金 得知这个消息时 我正在上数学课 老师刚讲到集合 班主任把我叫出来 神情有些难以言语 短短数语交代了我离弃的绅士 然后把我领到一对夫妻面前 赵帆 这就是你的 班主任还没介绍完 我已经两眼放光地学会抢大 爸妈 初次见面 请多关照 我扬起最灿烂的笑容 试图给亲生爸妈留个好印象 面前对夫妻温温尔雅 穿着低调 又不是华贵 更不用说那位贵妇人 看着我热泪盈眶 满脸疼爱的样子 就一眼 我就知道 我赵帆有家了 多年幻想一朝实现 我果然不是我爸妈的孩子 我就说 谁家的父母会那么偏心 鸡蛋剩两个 一个给大女儿 一个给小儿子 就不能放锅里炒一下 做成炒鸡蛋 又或者做蛋花汤 二女儿就一口吃不得 我从四岁起就幻想 有一天 我的亲生爸妈会开着男爸妈车 来救我回家 现在我赵帆找回了亲生爸妈 以后我一顿吃十个鸡蛋 都没人拦着 我爸妈绝对舍得 我激动的当场哼记出来 好孩子 受苦了 我被贵妇人一把搂进怀里 我眨巴眨巴眼睛 突然有点凄凄的 妈 我不苦 我妈文言不哭得更厉害了 我爸在一旁看了有些泪目 我招了招小手 爸 你也一起过来抱抱 咱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我爸文言里的下领带 看似不紧不慢 实则两步并一步 我幸福地沉浸在这个 充满家位的温馨怀抱中 嘴角不由地上扬 爸妈还是亲得好 你们二位不是赵帆的大伯父 大伯母吗 我猛地睁眼 望向一旁发出疑问的班主任 眉头皱起 我看着我爸妈慢慢松开我 温暖一下子彻底 他们脸上浮现出一点 异样尴尬的神色 帆帆 我是你大伯母 这是你大伯父 今天我们来接你回家 我死死拧着眉 嘴唇都要被摇乱了 感情 我刚才认错爸妈 我没有坐上南瓜马车 而是坐上了大伯父的豪车 一路驶向河家 在我踏进大宅的那刻 我才知道 这个真千金是真的很千金 大伯母温柔地牵着我 一步步走进河家 她指着客厅的一对夫妻和我说 帆帆 这就是你的爸爸妈妈 我咬着下嘴唇 犹豫地看着对面的男人和女人 还有被他们护在身后 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 女人朝我走来 脸上挂着笑意 帆帆 我是妈妈 这是爸爸还有你的妹妹楚遥 你们以后一定要好好相处 她看着我 期待我做出反应 当场认爸妈 我冷淡地嗡了声 女人皱起了眉头 帆帆 好孩子要讲礼貌 你看到爸爸妈妈不开心吗 我平静地看着她 就像看着指责我的养母 大伯父开口道 孩子刚回来 先让她缓一缓 好好休息 她走到大伯母身边 揽住她的肩膀 低声而语几句 我抬起头看了她一眼 有些不开心 她竟然不是我爸 我的亲生爸爸 也开始打圆场 大哥说的有道理 孩子刚回来 在外面这么多年 以后你好好教就行 我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们 陷入了沉默 黑暗一点点涌上来 把我的希望通过 只因他们的反应太平淡了 没有欢迎拥抱 没有喜极而泣 平淡到 我仿佛只是一个客人 而非他们不见十几宰的亲生女儿 我刚进门的时候 他们对着我上下打量 用眼神将我从头到尾扫尸一遍 无声嫌弃 我的女儿怎么会是这个样 他们把那个女孩护在身后 明明我什么都没做 却已经提防我 好像我会伤害她一样 凭借多年宅斗经验 我瞬间明白自己的处境 请客间洞悉 他们没有去接我的原因 他们想给我一个下马威 让我意识到 在这个家里 我不是唯一 其实我被接回来 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我也不能做 要和妹妹好好相处 他们以父母的身份 替何楚姚立威 除此 我找不到任何理由解释 他们的一言一行 都和我的养父母高度重合 尤其是眼神 简直一模一样 在他们眼里 我就是家庭的入侵者 随时会破坏家庭的和谐 不定期对家庭成员 进行精神和肉体的攻击 想拿捏我 做她的春秋大梦 第一次见而已 索性 我就直接攻击了 本来还准备装一装 现在看来不必了 我大手一指 她是谁 是不是我养父母的亲生女儿 真正的照翻 那个穿着长裙 千娇百宠的女生 明显被我吓到 忍不住色缩着 躲在别人身后 亲妈看我的眼神瞬间变了 我挑衅地看着她 理直气壮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这个家 有她没我 有我没她 你们看着办吧 回家第一天就不接我 原来是陪着自己的宝贝女儿 养的就是比亲的好 我阴阳断气 直接把天花板给掀了 想让我和那个什么楚遥好好相处 不可能 我一句话没说 就认定了我是个不好相处的主 其实我本来对楚遥没太大恶意 现在我也开始讨厌她 子女不和 就是父母无德 你这孩子 怎么回事 这么多年 你父母怎么教的 还有你的头发 看上去就是假小子 亲巴直接挡在何楚遥的身前 隔绝我的视线 她瞪着我 像极了互宰的母兽 我不甘示弱 还能怎么教 不听话就打 降嘴就骂 我倒是想看看 你怎么教的女儿 见着姐姐一句话不说 也太不讲礼貌了 我双手抱胸 冷冷地看着她 指望一个靠拳头 干翻一家人的女生留长发 穿精致的小裙子 她脑子没问题吧 打架时不用干别的 直接拽着我的头发 我就得说手就擒 说我没礼貌 我还觉得她没礼貌 什么拓烂家人 我不稀罕 本来还指望能换个好父母 就这种的 那还是算了 我宁可没有 我扭头就走 准备回学校上课去 包里还揣着两百块钱 这是我攒下来的生活费 也不知道 回学校的车票多少钱一涨 真是浪费时间 白来一趟 我嘟囔着低头就往前走 嘴里慢慢咧咧 却被人拦腰抱起 在空中旋转一百八十度 然后夹在腰间带了回去 这是你的家 你往哪去 大伯父把我放下后 开了拍我的头 温声说道 我绝交地扭过身子 这不是我的家 我要回学校 我刚上高一 学习最重要 请不要耽误我学习 他却固执地摁住我的肩膀 不让我动他 看我还在闹腾 索性把我腾空拎起来 我的两条腿在空气中乱灯 这就是你的家 看着客厅里 对我无动于衷的破烂亲生爸妈 还有被他们护在身后的那个 正哭哭啼啼的柔弱女生 我心头火起 猛地喊出声 才不是 每个爸妈会不要自己的孩子 我克制住没用的眼泪 别过头 不想在这群人面前哭 他们又不爱我 哭有什么用 眼泪只会展现我的弱小 这么多年在外面真是被养坏了 这些子要是不改 以后得吃亏呀 我那状似和善的亲爸 站在一旁说道 随后又连连摇头叛气 仿佛我是个干了坏事的人 明明他们让我回来 给我希望又把我打到悬崖底 我本来以为我要有爱我的爸妈了 我会是他们的心肝小宝贝 可他们都一样 都不喜欢我 养父母不喜欢我这个女儿 亲生父母也更喜欢养女 我就不配有爱自己的父母吗 亲妈随即走到我跟前 微微俯身 翻翻 今天的事妈妈不怪你 是妈妈的错 没有去接你 但是这和瑶瑶没关系 报错这件事 你们都是受害者 你要怪也不能怪到她身上 我冷嘲到 那怪谁 怪你们吗 把我弄丢这么多年 现在才找回来 她抿了抿唇 咽下了责备的话 反正我不准备认她们当爸妈 哎怎么看我就怎么看我 她轻轻叹了口气 想要摸我的脸 我直接避了过去 哎 妈妈以后会好好补偿你 明天妈妈就带你去改姓 我看了眼一言不发的何楚瑶 那她呢 你们不把她还回去 两个都要 妈妈露出一丝不耐 她讨厌我的嘟嘟逼人 翻翻 你不要老是盯着瑶瑶不放 妈妈和你说过 瑶瑶是无辜的 再说 妈妈养了瑶瑶这么多年 怎么会舍得让她去那样的家庭 那样会毁了她 我看着地板上软软的地毯 踩上去真舒服 我十几岁了 第一次见到这么奢华的地毯 那我呢 我这十几年算什么 在养父母家要受委屈 回到这 你们还要让我受委屈 怎么有你们这样的爸妈 亲爸掐断了手里的烟 声音里带着威胁 没人让你受委屈 是你自己钻牛角尖 你要是不想认我们这个父母 你可以不认 我看着一旁的花瓶 上面有漂亮的花纹 细密的纹理 没有被烟头烧过 没有被柳条抽过 他静静的立在那里 就会有人视他如珍宝 我继续沉默 时间很久 久到他们认为我要服软了 亲妈的手都搭在我的肩膀上 试图对我进行二人洗脑 我直接把她的手挥开 大不走向接电话回来的大伯母 乖巧懂事的说道 非常冒昧 但请理解我迫切的心情 我想自见当年二位的孩子 不知您是否愿意 大伯母愣在当场 似乎没有反应过来我在说什么 我甜甜的笑起来 实则心如肋骨 又将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 然后两眼放光的看着大伯母 快收下我这个女儿吧 她虽然有点疯 但都是为了让自己不被欺负 以后有了她 你可以大杀四方不落下风 居家必备 出行首选 而且她成绩可好了 以后还能拿出去吹一吹 全自动省心排女儿 大伯母你值得拥有 我眼巴巴的看着实话的大伯母 内心忐忑 快说你要往 在众人错愕的眼神中 大伯母一把将我搂进怀里 好孩子 乖女儿 妈妈的心肝小宝贝 我如是重负的被搂进怀里 娇生娇气的喊了一声 妈妈然后挥了挥小手 把新鲜出炉的爸爸召唤过来 爸爸快来抱抱咱们一家团聚了 大伯父 不 现在要改口叫爸爸 他像个机械人一样 有点卡 脑袋上挂着没反应过来的问号 我的新妈妈不满的催促道 老何 你没听见咱女儿叫你吗 愣着干嘛 新爸爸这才反应过来 迟钝的把我和新妈妈搂进怀里 我幸福满足的贴在新妈妈的胸口 这就是家的感觉 我可真是太牛了 给自己组了个家 世上本没有爸妈 自己找一找就有了 当代哲学家 何番 你们 你们这是干嘛 大哥 我都读起来 一点不想听这个生生父亲的发言 他是我续缘上的爸爸 但如今我有了新爸妈 他就只是我名义上的二叔 管这么多干嘛 真烦 打扰别人一家团聚 嗨嗨 新爸爸试探性的提出意见 二弟呀 孩子现在都大了 即使放在离婚法庭上 也要尊重孩子的意见 再说 你们已经有一儿一女了 可我和你嫂子都已经四十多岁 还没孩子 要不 新妈妈已经拉着我的手 直接往外面走了 帆帆 妈妈带你回家 今天我们先不上学好不好 我贴着新妈妈的胳膊 嗯点头 捏着嗓子撒娇道 和妈妈在一起 去哪里翻翻都愿意 新妈妈没忍住 又猛的亲了我一大口 乖女儿 妈妈的心肝小宝贝 妈妈的命码 我看着新妈妈有些激动的模样 又蹭了蹭她 换回来又一场华丽的青青雨 大嫂 你去哪 翻翻 你回来 我们默契的加跨了脚步 到最后 甚至一路小跑 这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双向奔赴 新妈妈的速度 比我想象的还快 迫不及待把我带回家里 生怕我被抢走 我能养父母 巴不得我早点滚蛋 省得家里的桌子天天被掀 至于我的亲生父母 他们儿女双全 把我当外人防着 如今我有自己的爸妈 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刚刚好 直到晚上躺在床上 我心满意足的准备熄灯睡觉 妈妈拿着一本睡前毒物 小心翼翼的敲响房门 翻翻 妈妈可以给你讲个睡前故事吗 妈妈还没有讲过呢 我掀开被子 把床垫拍得啪啪作响 眼里放光地看着妈妈 妈妈快来 我也没有听过睡前故事呢 妈妈穿着真丝睡裙 进门关门上床盖被子 一气呵成 我眨巴眨巴眼睛 乖巧地盯着妈妈的侧眼 眼冬时节 额毛一样的大雪 在天空中到处飞舞 有一个王后 坐在王宫的一扇窗子边 我静静地闭着眼 听妈妈温柔的声音 整个人浸在母爱的温泉里 就像是童话故事里的女孩 趴在妈妈的膝盖上 说不解但默默接受了 妈妈讲的这个版本我更喜欢 妈妈留下晚安稳 准备去熄灯睡觉 我觉得这像是一场美梦 午夜十二点之后 一切都会复原 我还是那个鸡蛋都吃不上了二女儿 我起身 伸手拽住了妈妈的袖子 我想妈妈陪我睡 妈妈露出温柔的笑意 好 妈妈陪着帆帆 妈妈在呢 帆帆不怕 我重新盖着被子 躺在柔软的床上 妈妈帮我塞了塞背脚 这样的爱意 我从不曾拥有过 汹涌的情绪将我拉扯淹没 忍不住缩进妈妈的怀里 其实我挺害怕 妈妈会变回大伯母 为了家庭和谐 这样的情况很可能发生 今天没有见到爷爷 据说是在医院休养 但二叔坚定的说 爸绝对不会看着你们胡来 我又忍不住幻想 妈妈会为了我不退让 等再见到何楚遥的时候 我已经在新学校上了三天的课 户口还在办理 学已经先在这边上了 而爷爷那边也已经过了名路 爸爸单独带我去医院见他 老人家虽然头发已经花白 但是依旧精神绝说 我大大方方的和他问好 爷爷 初次见面 你好 我叫何帆 老爷子看了我 连说三声好 不愧是我的孙女 看着就有精神气 虎头虎脑又皮势 多好 这才是年轻人的着气 你那妈什么都好 就是养孩子不行 恨不得拿个玻璃招呼起来 最后小孩都被养得一身病 我像是看到知己 一下子觉得亲近起来 就是就是 还嫌弃我头发短 我又没吃他一口大米 头发短怎么了 老爷子笑眯眯的看着我 你真想任你大伯父 大伯母当爸妈吗 我连连点头 一本正经 有理有据 第一眼见到他们 我就觉得亲切 这是缘分 不能拒绝 再说了 我给谁当女儿 都是您的孙女 老爷子拍了拍我的肩膀 话操理不操 都是我和家的孩子 要是你奶奶还在 一定会很喜欢你 他感叹地说道 以后你就好好跟着老大家 你爸妈呀 他们就是太顺了 什么都想顺着自己的心 至此 我的归属也算是明确了 作为我爸新鲜出炉的女儿 我的第一个愿望 还要整天看他那张哭脸 烦死了 我爸欲言幼稚 但还是硬了 行 你先上学 以后的是再说 后来我才知道 我当了爸爸的女儿 以后要走的路是不一样的 接受的教育和培养 更是要全部调整 重新规划 但现在 我只是一个刚进入 新家庭的高一学生 满脑子好好学习 想当一个家长眼里的满分小孩 我打小就聪明 特别听老师的话 老师说 只有知识不会背叛你 学到的就是自己的 你们最好的路 就是好好学习 新学校我很满意 同学们都不知道 我彪悍的过去 在这 我就是个阳光快乐家 挺有爱的小女孩 每天开开心心 背着书包上学 和同学们打成一片 靠着脑瓜子聪明 给同学们打一解惑 迅速混成班里 人见人爱的存在 他们还不好意思的投喂我 觉得耽误我时间 但给他们讲题的时候 我自己也是在学习 可快乐的心情持续到 我被何楚遥 和一个陌生男子堵在车前 谁懂 妈妈安排 接我上下学的车里 竟然坐了两个人 打开车门的瞬间 我就烦躁的往后退了几步 翻翻 你别走 听着何楚遥的声音 更烦了 我一脚踢走路上的小石子 瑶瑶在叫你 你没听见吗 哥哥被那男生拉住 我择了一声 听见了又怎么样 关我屁事 我拿出手机 准备给妈妈打电话 我要告状 却被那个男生 一把夺走手机 仗着比我高把手机举起 就是不让我够着 我一脚踢上她的膝盖 手机直接掉下来 我没接住 她搭屏幕摔碎了 她抬起头 看着我的眼神 不怎么友善 我大概猜到她是谁 哥哥你没事吧 何楚遥担忧地 撸起她的裤子查看 被她制止 我没事 她强忍着痛意安慰 我挑了挑眉 觉得有些腻外 看不惯眼前 这兄弟有魅功的一幕 有事快说 说完陪我手机 何楚潇 自压咧嘴地说道 爸妈想让你回家 你天天赖在大伯父家 算怎么回事 我知道你这些年 在外面受苦了 那家人爸妈也处理了 给了他们一笔钱 以后不会打扰你 你可以放心 我忍住在踹一脚的冲动 白眼快翻上天 嘲讽道 我放心 到底是让我放心 还是他们自己放心 抑或是让你妹妹放心 我回来这么久 冷言冷语打压 一分钱没我的份 现在和我说回家 回个屁 何楚遥被我讽刺的眼神 看得脸通红 我不想和她有什么纠葛 我就希望她离我远点 别出现在我眼前 看着她就不爽 凭什么她过得那么好 我嫉妒 她似乎是鼓足了勇气 翻翻 你为什么没有去一高 是因为不想看见我吗 我淡淡地扫了她一眼 对 因为有你 谁知道来了这 你们还是过来了 烦不烦 她被我说得好像哭出来了 何楚遥看着我有些无奈 又心疼她的妹妹 你说话别那么冲 我们又不欠你的 我直接当场表演一个冲 那我欠你的 滚远点 别让我看见你 看见就烦 何楚遥却拦着我不放 如果我离开 你会不会心里好受些 她眼睛通红 似乎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我会和爸爸妈妈说 我会离开何家回去 那家你哪能去 你一回去 指不定就被欺负得没人样 哟 她也知道回去没好日子过 看来没蠢到家 何番 你说句话 我双手抱胸 看着他们表演 有着功夫回去演 别当着我的面唱大戏 我不吃这一套 还是那句话 这家有你没我 有我没你 想让我受委屈 不可能 偏爱的父母 我才不要 何楚遥的眼泪掉下来了 何楚潇则对我默默而视 我只当他在无能狂怒 看着何楚遥哭得稀里哗啦的样子 我属实是不耐烦了 我只想过个平静的日子 懒得和他们纠缠 现在这样皆大欢喜 他如果心里有砍 自己去解决 别拿我开涮 我收起所有的尖锐 认真道 你们听好 话我只说一次 那个家我不会回去 一个注定会受尽委屈的地方 我为什么要选择 我又不是受虐狂 窝囊废 我的心也是肉掌的 他们偏爱养了十几年的女儿 不爱我这个没相处过 还粗俗的亲生女儿 同理 我这个亲生女儿也不爱她们 我不是小狗 给块骨头 就摇着尾巴过去 我缺爱 但也不是他们随便施舍一点就行 要给 就给我一份完整的 插了杂志的爱 我宁可不要 我看着何楚遥 眼神平静 言语犀利不留情念 我不会和你和平相处 我很讨厌你 非常讨厌你 你在那个家 要走要流失你的事 和我无关 所以请你以后 不要因为这个烂事再来找我 我真的很不喜欢你 也不想看到你 我没忘记一旁的何楚骁 随手也发了一张屏蔽牌 也请你记住 我是你大伯父的女儿何帆 下次见请叫我一声 堂妹 看着面前 这对被我控住的兄妹 感觉真爽 最烦他们这种自以为是的人 我都离开他们了 还非找上门 烦人 回家第一天看着我时 露出提防眼神 就注定我不会把他们 当亲生父母 当道二叔二婶倒还行 毕竟谁家没个表面亲戚 何楚遥欲言又止 眼泪啪啪啪啪 我直接上车 让司机快走 我不想和他们多待一秒 每一秒都是消耗我的情绪 浪费我生命 可幻想美好 现实惨淡 胆走小的 来了老的 怎么 上眼追女儿火葬场 发现我是真的头又不回去走 难捏不住了 得到的时候不珍惜 失去了追悔莫及 好好笑 看着二婶的表情 我觉得真假 爱和不爱 真的很简单 妈妈看下我的眼神 像是看自己的珍宝 每一分一秒都是欣赏 我的宝贝怎么这么完美 这么厉害 我好爱我的宝贝女儿 我要让她天天幸福 天天享福 而二婶的神情 是带着审视 以及高高在上 试图通过生母这一身份 对我实现压制的欲望 我一个吃不上鸡蛋 就能先到饭桌 大过年骂我就敢把饺子 全倒垃圾堆 逼着我吃过米的菜 我就在她饭里家泄药的人 还能被她拿捏 我被风吹过 被雨打过 依旧顽强抗争 坚决捍卫自己权利 我成功实现 全家人敢怒不敢言 最起码明面上要公平 这样的我 绝对不会为了她一点点虚假的爱意 就低下头颅 鬼去求全讨好她 不是所有父母都爱子女 养父母当时认为 我是亲生女儿 你也不爱我吗 如果我那么容易屈服 在养父母家里 我就会成为姐姐的工具人 爸妈的人肉沙包 弟弟的雪包 说起来可笑 同为雪包的大姐一直看不上我 甚至比弟弟更变本家里 好像我过得惨 就能体现养父母爱她 在我收拾她几次后 她就掩齐吸鼓了 每天我打不过她 因为养父母偏帮着她 我就在夜深人静时 拿剪子剪掉她的头发 剪烂她的裙子 养父母打我骂我 不分青红皂白 就冤枉我扣黑锅 我就半夜默黑拿着墨水 把她脸全染了 反正不要脸 干脆就躲在家里 打我也没用 骂我也没用 我还敢 我像是天生反骨 没有听话这根筋 我很讨厌听话 懂事 这两个词意味着被欺负 被压迫和无止境地付出牺牲 就像隔壁初中没上完 就辍学去打工给弟弟 赚学费攒钱的那姐姐 她的人生 我一眼就能看到头 但她每次提起 还会很幸福 翻翻 你不懂 长姐如母 我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 要说我以后有钱了 嫁了有钱人 一定要给我弟买大房子 让爸妈过上好日子 她一个肉都吃不上几块 瘦得干爸爸的人 还一心一意榨干自己为弟弟奉险 她的伟大 我厌恶 就像众男轻女 根深蒂固地刻在一群人的脑子里 二女儿更是一个不变的诅咒 要懂事 要付出 要讨好 主动把自己的皮肉论金卖掉 把血流干 最后把骨髓抽出来 然后什么都得不到 收获一堆委屈和平级的人生 自由讨论时间 我正在讲题 身边围满了我的迷妹 为了迎接这样的盛况 我每天都悄悄挑灯阅读 自律让我从容 翻翻 这个题的参考答案 提到了作者的情感态度 包含讥讽 我怎么看不出来 我赶忙开始看题 由于多年斗智斗勇的苦难生活 我在语文这一学科 可谓是独领风骚 情感丰沛 笔下身花 文本阅读和鉴赏 更是信手拈来 班长敲了敲我的桌子 翻翻 你妈来了 正在班主任办公室 看情况好像不太好 你快过去吧 我张了张嘴巴 脑袋想破了 也没想出来 我在新学校干了什么 需要被叫家长的事 继维抱揍满口黄瑶的烂人 也没手撕姐弟 可谓是好学生一枚 班里的同学团结有爱 积极向上 每天两眼一睁就是学习 氛围浓厚到我都不想放学 所以班主任叫我妈来干嘛 我赶忙一路小跑过去 我妈还没被叫过家长 别被吓到了 当我看到二婶的那刻 我心都累了 原本提起的心端 一下放到肚子里 我扭过头 一本正经的和班主任说 老师 他不是我妈 是我二婶 班主任疑惑的看了看我们 老师 您别听他瞎说 我是他亲妈 我认真的纠正到 是生了我的妈 但不是我户口本上的妈 按照亲戚关系来讲 我要叫您生二婶 我随手掏出 放在手机壳里的户口本复印件 给班主任以及周围老师展示一圈 展示完毕后 我小心翼翼的收好 并礼貌的再次问候二婶 难道您忘了吗 上户口那天 您拦在我们车前 我和妈妈与您进行 一番亲切且友好的交流 随即解锁手机 展示出当时出世过的全家福 这是我当时给您看的全家福 您看 我 我妈妈 我爸爸 多么和谐的一家三口 二婶的脸此刻有些发青 我只当作没看见 继续灰声灰色 帮助他回忆当时的情景 当时你的女儿何楚遥 还在您的身后 我还礼貌的告诉您 你的女儿在那呢 周围八卦的眼神 让二婶脸色难看 他从牙缝里挤出话语 你适可而止 别闹了 我才是生了你的人 你现在这样 简直丢人现眼 我微微一笑 继续保持礼貌的姿态 二婶 这句话我要对您说才对 您别闹了 他压抑住怒火说道 翻翻 妈妈是真心实意想带你回家 我继续微笑 不为所动 随后话锋一转 二婶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您认为生恩大 还是养恩大 请您回答 二婶随即改口养恩大 我又点了点 若有所悟 如果是养恩大 你没有养育过我一天 养我的是养父母和大伯父大伯母 那我和你也没多大关系 二婶发觉不对 想要挽回颜面 此时办公室的老师 基本都去上课了 八卦的几位 也在班主任眼神试一下 和他一起去溜达溜达 我也就不再委婉了 委婉不管用 有的人就是听不懂人话 我直接打断了他 二婶 其实你不用回答我这个问题 这个做人啊 要厚道 不能既要用要 在你眼里 哪个对你有利 你会选择哪个 你不想离开自己的养女 就会说养恩大过天 你想逼着我认你 让我委屈求全听你的摆弄 你就会说 生恩大过天 二婶焦急的想辩解 我不是这么想 我一只手伸过去 趴筋捏住他的嘴 他的话我不想听 我只想自己说 希望他听完赶紧走 别再找我 好好和他的一双儿女 相亲相爱 毕竟在我眼里 真假千金就像是杨姑抢资源 最后谁死爱谁 我只想好好过自己的日子 你既想把养女方的身边 继续养着 又想让我听你的话 不要破坏家庭的平衡 让我用乖巧懂事 卑微的祈求 原本就应该给我的爱 我只想说 不可能 我很有礼貌的没有开骂 希望他能感受到我的礼貌 说得好 看着妈妈拍着手 替我鼓掌 满眼笑意地走进来 我顿时乐得头顶开花 妈妈每应都开心地 跳出一个小波浪 妈妈好快 我好爱 距离我发消息 也就才二十分钟 妈妈就赶到了 肯定是从公司马不停蹄赶过来 帆帆 妈妈的宝贝 看着我和妈妈 腻歪在一起的场景 二神脸色逐渐变得苍白 老两家的 帆帆现在是我的孩子 老爷子同意了 上次家里开会 你自己也愿意 现在又打着帆帆妈妈的名号 来学校找孩子 你想干什么 看着妈妈气场全开的样子 我泛起心心眼 就是就是 上次一听 我能继承大伯的所有财产 就同意了 现在又来找我 这份母爱有点不行 变脸比面包变质还快 大嫂 我只是想翻翻 我才是生了她的人 这么多年 我都没和她好好相处过 当时我也只是我怕她欺负瑶瑶 你又不是不知道 她在养父母家干的那些事 我是她妈妈 我怎么会不疼她 二婶声泪俱下 有些气气惨惨 但我完全没被打动 二婶继续哭哭啼啼的卖惨 我养了瑶瑶那么多年 我看着她一点点长大 她用手比划着婴儿的大小 小时候瑶瑶生病 我负眠不休 日日夜夜看着她 她身体不好 换几就发高烧 莫敏的种类也多 翻翻非让我把瑶瑶送回去 我怎么舍的 我好不容易养大孩子呀 被报错是翻翻的命 和瑶瑶有什么关系 我为瑶瑶付出了那么多 才把她养成现在这个样子 凭什么要还给你家人 这和拿刀割我的肉 有什么区别 她将自己对何楚瑶的一腔母爱 全部展现出来 但关我屁事 还是觉得我不够讨厌她 我冷冷地看着她 思绪万千 既然被报错是我的命 那女儿不认妈 也是二婶自己的命 大嫂 你也是看着瑶瑶长大 当初你不能生孩子 你也曾把瑶瑶当自己的孩子看 你应该理解我的慈母心 妈妈文言捣搂的更紧了 我甚至顾不上 二婶又一次 拿她对何楚瑶的慈母心刺激我 原来妈妈不能生孩子 如果妈妈有自己的孩子 一定会很爱很爱她 她和爸爸都是很好的父母 妈妈斩钉截铁地 否决了二婶的话 这不是你的借口 你从一开始心 就是完全偏的 我问你 你说瑶瑶是你看着长大 你不舍得 如果瑶瑶是二弟出轨生的 你会不会舍得 我瞪大了眼睛 听妈妈诡辩 何不讲道理的人 直接不讲道理了 二婶不服地回道 这根本不是一回事 不能后面一谈 大嫂 你没有生育过 你不懂当妈妈的感觉 如果你是的妈妈 你一定能明白我的一腔慈母心 可惜你不能 她意味深长地 看了眼妈妈的肚子 我立刻把妈妈挡在身后 二婶随即指责道 大嫂 你不能生 可以去领养 你不能抢别人的孩子 三番是我生的 二婶是拿着刀 往妈妈心口上炸 我看到二婶微微一笑 随即开大反击 我拉着妈妈冰凉的手撒娇道 妈妈 我就是你的小宝贝 我们走吧 别理二婶了 她说不过你就开始胡言乱语 太过分了 我拉着妈妈转身就走了 我不知道怎么样让二婶感同身受 但我知道 看着自己生的女儿 管别人叫妈 她绝对不舒服 只像我看着她呵护别的女儿 把我当成要防备的敌人 妈妈脸上的神情渐渐恢复 摸了摸我的脸蛋 温生说道 嗯 我们走吧 你爸爸今天出差回来 订了上次你喜欢的餐厅 我们晚上一起去 至于二婶 她只是一个万人 我们刚走出办公室 只听扑通一声 我被吓得回头看向声援 二婶咽倒了 晚饭泡汤 鸣笛的救护车驶进校园 我站在人群中央 隐约听见传言 说我在办公室 摆个貌似是我亲妈的人气晕了 我的好名声 怕是要毁于一旦 我跟妈妈百无聊赖的 坐在二婶的病床前 很快 何楚遥和何楚潇闻讯赶来 我自认为可以撤退了 妈妈 我们走吧 爸爸已经下飞机了 我拉着妈妈的衣袖 还没踏出病房 二婶虚弱的呼喊声就传来了 翻翻 烦死了 真是晚走一步 她晚一分钟醒也好啊 翻翻 像是叫魂一样 叫我没玩 你们都出去吧 我想和翻翻单独说说话 我们母女还没好好说过话 她恳求地看着妈妈 大嫂 看在我病了的份上 你行行好吧 我笑着看向妈妈 安抚她的不安 妈妈 我和二婶聊两句 我们就回家 爸爸还在等我们呢 病房门关闭的时候 我瞥见了何楚遥红红的眼眶 我拖了把椅子 坐到病床前 凝视着她 二婶 你想聊什么 说吧 她嘀嘀地说了声 带着一点讨好的意味 翻翻 你能叫我一声妈妈吗 我皱了皱眉 二婶 请你礼貌一些 不要提这种无理的要求 我做事就要掏出 手机壳里的户口本复印件 她直接按在我的胳膊上 制止了我的行为 妈妈就这一个愿望 我坚定地说道 不行 她忍不住咳嗽了几声 翻翻 妈妈怀胎十月生了你 连一声妈妈都没有吗 我很烦她打感情牌 起手落子 中什么因得什么果 二婶 作为一个成年人 你不要无理取闹 失去了才珍惜的戏码 我没功夫陪你唱 本来就没相处过 哪来得如目之情 就算有 见面第一天也没了 二婶听了我的话 剧烈地咳嗽起来 你怎么忍心 对妈妈这么冷漠 她扭过头去 猛得干咳 最后手帕上竟然有血迹 嘴角还沾了一点血红 我乃见过这种场面 吓得直喊妈 二婶先为了笑起来 翻翻 你终于愿意叫一声妈了 我六神无主 飞奔向门口 像急了被吓到的土拨鼠 疯狂喊着 妈 妈妈就在门口 一把抱住我 怎么了 别怕 妈妈在呢 我慌乱地指着病房内 意识到不对的何楚霄 何楚瑶冲进病房 等我回头张望时 何楚瑶已经捏着燃血的手帕 嚎啕大哭 二婶病了 据说是胃癌 她现在唯一的愿望 就是一家团聚 也就是把我从 爸爸妈妈的户口本上一下来 放进她的户口里 翻翻 妈妈来接你放学 二婶挤开了妈妈 凑到我跟前 伸出手想接我的书包 我焦躁地看着她 站在学校门口 等我放学殷奇的模样 忍下了想脱口而出的话 毕竟她是一个病人 但我一个高中生 早就过了 需要别人帮我拿书包的年纪 我也不需要她现在这样 做出一番好像很爱我的姿态 明明就是不爱 为什么非要装 爱与不爱 太明显 我能看出来 拿我当把子刺激妈妈 是不是会让她很开心 不好好养病 成天作妖 我抿着唇走到妈妈身旁 把妈妈挡在身后 仰起头看向二婶 眼神带着防备 你又要干什么 当初你自己同意 我上爸爸妈妈的户口 现在又反悔了 我真的想问问她 凭什么 就因为她生了我 所以她可以随意决定我的归属 如果此刻得了胃癌的人是我 对微祈求她的爱意 她会说爱我吗 会满足我的一切愿望 会不会说我无理取闹 然后彻底厌弃我 我不会为了一个放弃我的人 而伤害真正对我好的人 我随手指向了 在车旁站着的何楚潇和何楚遥 你的孩子在哪 我是妈妈的孩子 她的病不是我造成的 我的苦却和她有关 伤而不养 既然如此 为什么还要省 随便去领养不行吗 反正血缘不重要 是不是怀胎十月也不重要 只要相处久了就行 明明最初 她以为何楚遥是我 但现在 她叫何楚遥 我叫何番 番番 但我就是感觉不到她的爱意 或许她的爱意太浅 又或许包裹着层层目的 比如爸爸妈妈的财产归属 毕竟在我出现以前 爸爸妈妈的财产 没有明确的继承人 我觉得 即使我称了她的心意 她也不会像对何楚遥那样对我 因为我扭头就走 干脆利落地不要她了 她看着我和妈妈亲亲热热 才能萌生出不甘心 不甘心自己怀胎十月的孩子 和别人好 她嫉妒妈妈 正如那天的我 嫉妒何楚遥 我拉着妈妈走了 当晚二婶住院 二叔打电话把我骂了一顿 我挂断后 他换了电话打过来 最后还打了家里的坐机 之前不知道死哪去了 现在倒是跳出来一口一个 我是你爸 随意指责我 想拿父亲的身份压制我 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另一本事 他甚至开始骂骂骂 嫉妒别的女人能当母亲 说爸爸鬼迷心窍 守着不能下蛋的女人过一辈子 爸爸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他直接卡了二叔的项目 然后连夜查出了二婶装病 我被震惊了 他竟然是装的 穿着睡衣就跑到客厅 我和妈妈坐在沙发上 听着爸爸喝了一杯水后 才讲完来龙去脉 惊得叹为观止 爷爷打了个电话 让我不要害怕 我没怕 有爸妈在 我什么都不怕 我捧着自己的小脸蛋 嘖嘖称奇 二婶这局部的也太大了 他不怕被戳穿吗 爸爸拢了一把我睡衣帽子上了熊耳朵 气定神闲的说 谁会和一个得了癌症的病人过不去 就算被戳穿了 说是爱女心切 心急之下才昏了头干出这样的事 也能播个好名声 他现在是狗急跳墙 不少人背地里看他笑话 以前嘴上没遮拦 得罪了太多人 现在亲生女儿不认他 你外公外婆也骂他没脑子 把孩子逼走了 外公外婆我见过 他们对我还不错 但话里话外也想让我认回去 见了一两次 我就不想见了 天平早已歪掉 他们表面的公平就成了一种偏心 但谁让人家有十几年的感情呢 我不掺伙总行了吧 这碗家生的饭 我选择直接踢翻 另起炉灶 我就是这样的人 爸爸用慢条斯里的喝了一口茶 妈妈搂着我 帮我揉写字过多 有点酸疼的手指 他搞这么一出 何必呢 自己做的决定 又开始闹 爸爸冷哼一声 老二现在也飘了 跌个跟头也好 省得整天惦记 我死了以后 财产全归他儿子 那晚之后 不知道是爷爷爸妈一顿奏笑 还是爸爸卡了二叔的项目管弄 反正 我身边终于是清静了 但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有些话不能乱说 可能会成真 比如二婶病了 爸爸特地去查过 这次是真的 要换肾 两大家人齐聚病房 上次这么齐 还是讨论我上户口的事 二婶的病床前 坐着他的一双儿女 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配刑 等的话 最快也要 二叔话一未尽 事先落在我的身上 何楚潇和何楚遥 分分表示愿意配刑 想给妈妈捐肾 二婶将七七的目光 落在我身上 不会是指望我吧 我还不满18周岁呢 要是妈妈 我肯定第一个站出来 但是二婶 妈妈挡在了我的身前 隔断了二叔二婶的视线 爸爸开口说道 只有楚潇二婶了 满足条件 可以做配刑 二叔皱着眉头 补充道 翻翻也快买18了 一起坐 妈妈立刻反驳 翻翻才多大 不用坐 二叔不满 他亲妈生病了 他一点力都不愿意出 怀胎十月白怀了 爸爸又站出来 翻翻是我的女儿 我说不做就不做 亲生的又怎么样 一天没养过 倒是我和他妈 精心养了这么久 现在你们一句亲生的 就想拿走一个肾 不可能 一番口舌之争迅速爆发 爷爷的拐杖敲了又敲 没用 甚至是一个导火索 两家机院已深 从二叔一家准备吃绝户起 就埋下伏笔 直到晚上 纷争还没平息 期间何楚遥主动站出来 我愿意和妈妈做配型 虽然我不是妈妈的亲生女儿 但在我的心里 妈妈就是我的亲生妈妈 为了妈妈 我付出什么都愿意 二婶感动的抱着何楚遥 瑶瑶 妈妈的好女儿 我冷眼看着他们母女情深 思考之后 我还是做了配型 爸爸妈妈反应激烈 甚至要把我连夜打包带走 爸爸气得骂我 脑子里进水了 晃一晃 我都听见水声了 妈妈心疼地搂着我 你才多大 不用想那么多 有什么事 爸爸妈妈在呢 我安慰爸妈 还不一定能配上 我就是想不欠他们 想干干净净当你们的女儿 爸爸叹了口气 你说你 就非得认什么圣恩 你真以为 自己给出一个肾 就能断得干干净净 他使劲戳我的头 可怜得我不敢动 做都已经做了 我很想彻底和他们分割 就像哪吒一样 踢骨还肉 我不要欠他的 我要干干净净 完完整整地 当爸爸妈妈的小孩 以后 我可以理直气壮地 站在他们面前 让他们离我一家人远一点 我何番不欠他们 妈妈晚上一如既往地 帮我盖上被子 也好背脚 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妈妈 你还生我的气吗 妈妈叹了口气 在我脸颊落下一个吻 帆帆 妈妈支持你的一切决定 妈妈会永远保护你 还记得妈妈说过 总公司准备搬到S室吗 等事情结束 妈妈就带你离开 我们一家人去S室 帆帆 你只需要好好长大 天塌了 还有爸爸妈妈顶着呢 学校的模拟考我 依旧名列前茅 稳稳拿下班级第一 来三高 真是我做过最好的决定 这里的同学各个都好 一片喜悦声中 我的眼皮却一直跳 总觉得 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 我左思右想 可能就是我的事要不保了 我摸了摸 两边和一个 现在还在 到时候我要给左边的 还是右边的 没等我想好 医院的结果出来了 又是两大家人聚在一起 爷爷一锤定音 孩子还小 不管配不配得上 都不能让孩子捐 二叔张了张嘴 没有说什么 但他早就有自己的决定 二婶的并可能等不到甚远 我像是头顶拳着利剑 等待医生最后的宣判 何楚潇 不匹配 文言二叔二婶 悄悄松了一口气 很快到了下一份报告 何楚遥 匹配 何楚遥的脸上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他握紧了二婶的手 妈妈 我可以给你捐肾了 二婶的脸上 看不出多少喜色 扯出一抹笑意 拍了拍何楚遥的手 医生缓缓拿出最后一份报告 爸爸和妈妈站在我的身后 我吸罗雷骨 忍不住有些害怕 二婶伸长了头 想要看看报告上写的是什么 何番 医生的话像一记重锤落下 打在每个人的心里 不匹配 在精神极度紧张的情况下 我扫了一眼病房每个人的神情 深深地刻在心里 有人欢喜 有人忧愁 何楚遥暗暗松了口气 脸上扬起一个小小的笑容 转瞬即逝 没人能和他争了 凭这颗肾 以后再也没有人能把他赶走 二婶从医生手中拿过报告 快速翻查 二叔也低头看着 爷爷摇了摇头 拐杖敲在地上 发出闷重的声响 他意味深长地看向爸爸 爸爸气定神闲 随手敲了敲我的头 妈妈把我搂进怀里 我背后已经是一片冷汗 就在刚刚医生叫出我名字的那刻 我发现我最真实的想法 我不愿意 即使配型成功 我也不愿意 我不想捐 血缘不可更改 但凭什么我要捐 我又为什么认为自己要捐 还好 配型不成功 妈妈的声音有几分颤抖 再次提起上次的计划 翻番 我们一家人去S是好吗 以后 只有我们一家人 我摁摁点头 抱着妈妈 惊魂未定 内心一个解满珠网的角落 却被砸开一鱼 一束光照进来 我给自己捆上的枷锁 在阳光的照射下慢慢消融 彻底认清 我和翻 从不欠他们 不需要偿还 以后 这里的事 统统和我无关 我会和爸爸妈妈 一起去S是 在那里 没有何家 没有二叔二婶 何楚潇 何楚遥 一切都是崭新的 我可以扬帆再启航 和我的爸爸妈妈 一起迎接我全新 未知又绚丽多彩的人生 翻爱之配型 爸爸视角 翻番的配型结果是匹配的 我改的结果 名字是翻番 但实际用的那些血型等 都换成了旁人 那孩子太苦 他很少提自己之前 过的是什么日子 只会说他很厉害 别人欺负他就还回去 但长眼的人都能看出来 他变成现在这样 是受了多少委屈 所以才会小小年纪 就给自己竖起尖刺 建立防御 他时刻带着警辟 不给别人伤害自己的机会 但真心实义的付出 又会迅速将他打动 好在他成了 我和阿和的女儿 我们会一点点把他养好 二弟小时候就蠢 长大以后更蠢了 我也懒得再说他 但我想不到 他真的会动歪心思 想要翻番的一肾 翻番想的太天真 他想还了生恩 两不相欠 可是生儿不养 谈何生恩 他做不了的决定 我来替他做 哪吒自吻 反掉一身血肉 重生归来 还是被李静的宝塔压着 我的女儿不需要如此 他不该被血缘束缚绑 阿和比我慢了一步 他这么爱翻番 怎么会舍得翻番受到伤害 他们母女有命定的缘分 第一次见面 我就知道我们是一家人 翻番啊 还来时不逢春 确实已有他的春满缘 此生 愿我和阿和的女儿 翻番碎碎春风 碎碎无忧